今天清晨說高雄下起了超大雷雨 所以國家警報響起 有九個區是達到大雨等級 那麼石雨量是以林雅區 六十五點五毫米最大的 也造成了在市區道路淹水 達到四十公分 有民眾趕緊搬出了防水閘門來備戰 更多內容交給帳號 是的主播各位觀眾 高雄市今天凌晨降起好大雨 畫面中可以看到滂沱大雨 滑啦啦一直下 市區路邊沖水已經升達四十公分 車輛行駛時 漸起了超大的水花 民眾看到這麼大的雨 也趕緊搬出防水閘門 安裝在門口 就怕水淹進家中 讓家具全泡了它 高雄今天凌晨的大雨 讓國家急警報狂想 氣象站預測有九區達大雨等級 鳥松和鳳山區 十雨量六十五毫米 三明區四十五毫米 林雅區六十五點五毫米 沿城前津新興區則是五十二毫米 梅雨持續營運動 向南部地區 這種降雨情形還會持續到禮拜五 才會好轉 以上最新主播 好 再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這個拜登他的訪日行程 其中一個重頭戲 就是四方會話會談了 在這場四方會話會談當中 他們再一次的強調說 彼此之間必須要站在一起 而同一時間 大家對於先前拜登提到的 所謂在北京如果對於台灣有所謂的入侵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軍事干涉 好 本來拜登第一時間是YES這個字 講得很清楚 昨天再被問到這一題的時候 改口了 拜登和新任澳洲總理 艾班尼斯一見如故 在峰會後的美澳雙邊會談中 兩人有說有笑 艾班尼斯當選後 馬不停蹄赶到日本首次參與四方安全對話 他在峰會上強調 四方領袖將堅守信念 來提高印太地區的穩定 金融時報報導 四國領袖在峰會中討論 將啟動非法捕魚監控系統 來抑制在印太區域非法捕魚的大量大陸漁船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反控美國表示 美國漁船在公海的作業天數年年超標 竟然還將矛頭指向他國 不過四方安全對話中 最受到全球媒體關注的 依然是拜登的對臺政策 前一天連續兩個yes 證實如果大陸清台 美國願意軍事捍衛台灣 不過一天的時間 連續兩個no全盤推翻 拜登前後出入的發言 令外界摸不著頭緒 不過美國國內 對於拜登曖昧模糊的發言 也有反對聲音 前國務卿季辛吉二十三號呼籲 美國不該透過軌跡 或是循序漸進的方式 推動兩個中國 更應該避免讓台灣 成為美中雙邊談判 以及緊張關係的核心 記者劉嘉宇報導 9點04分 今天上來加入我們政治討論 是台北市議員李明潔 明星哥早 明星哥我們都知道了 拜登其實他先前不是第一次 講這麼一件事情 他去年他就講過了 可是怎麼同樣的手法 玩兩次 第一次都先講說yes 講的斬丁截鐵 說一定會什麼出兵保衛台灣 軍事干預 隔天人家再問 馬上白宮的人也出來消毒 他自己也改口 聖老先生講話 怎麼前後常常不一致 拜登去年10月接受CNN 專訪的時候 已經講過類似的話 就說 媒體會問他說 到底對於台海的局勢會怎麼樣 就是說如果台海發生緊張局勢 甚至發生戰事的話 那美國政府會怎麼樣 拜登去年10月已經講過類似的話 就說他會強力捍衛 甚至會美方會捍衛台海 那類似的講法 當然會被解讀為兩個方式 包括甚至 美方的外交學者 葛萊也講說 第一個 拜登是不是失言了 因為拜登 當然他是參議員 國會議員出身的 可是他對外交政策的 用字 譴詞有沒有那麼精準呢 所以這個講法是不是失言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 拜登是不是有意在挑戰 美國的傳統的戰略模糊 就說 strategy ambiguity 還是變成說 要逐步走向戰略清晰呢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個說 你是失言 偶一講錯了 還是說你有意在測試 兩岸政策的底線呢 偶爾跨越紅線呢 那顯然如果 拜登不是失言的話 那因為畢竟CNN專訪 那最近 拜登 亞洲之行 他面對媒體的訪問 又講了類似的話 顯然他是有意在 觸動或 測試兩岸的政策的紅線 那為什麼這麼做呢 其實美方都有他的各自的戰略利益考量 那拜登他目前面臨了什麼壓力 因為 拜登現在有面臨的 包括你在俄乌戰爭持續延續的話 美國現在國內最嚴重的是什麼 澎澎的壓力 那經濟澎澎的壓力 導致拜登在國內的民意支持度 非常的低 那現在很麻煩 年底 不是台灣要選舉而已 美國也面臨了其中選舉 所以拜登他現在面臨的 包括對手政黨 川普包括補選 只要跟川普沾上邊的 對手政黨民調就會很高 所以拜登他有沒有壓力 所以顯然拜登他 在對兩岸政策 特別對北京的態度的部分 某種程度也在測試 甚至透過媒體的 放話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各國美方都採取 對自己有利的一個態度 我這麼解釋好了 1979年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後 即使雷根政府對台灣 算是非常友好共和黨的部分 可是雷根一樣 也跟北京簽署了817公報 817公報有多嚴重嗎 根據817公報的內容 美方會逐年減少對台灣的軍售 那到一定時間之內就會解決 所謂的解決的方式是說 美方就從此逐年解決對台軍售 到某一個年度之後就不賣了 那不是完蛋了嗎 如果美方不賣武器的話 那第一個美方自己軍工業產業受到影響 第二個美台關係 兩岸關係會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雷根簽了817公報之後 也知道完蛋了 問題嚴重了 所以隨之 在1982年一樣簽了 六項保證 對台灣的六項保證 就說美國對台軍售之前 不必經過北京的同意 第二個 美國對台軍售也沒有設定一個期限 所以 美國的兩岸政策是有持續滾動的 包括因應外界的環境是怎麼樣 所以我要講的重點是這樣 拜登的講法 不論說是戰略模糊 戰略清晰 美國的兩岸政策有他的延續性 就是說一法三公報 台灣關係法 還有上海公報 建交公報跟817公報 三個公報以及六項保證 這點有沒有變呢 沒有變 因為這是白紙黑字的 至於說總統的講話 有他自己的考量 我覺得是國內的因素 包括選舉的因素考量比較大 那至於說 所以台灣怎麼辦呢 台灣也不能說 我很高興很高興 美國會防衛出兵 防衛台灣的 台灣自己要搞清楚說 美方的講法是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自己有選擇權 拜登的講法 當然從美國的利益做考量 那台灣呢 也不能興奮過頭的說怎麼樣怎麼樣 台灣應該 自己要想說 什麼一個方案 才是對台灣安全最有利的 我們不能一頭熱 是 其實做到台灣 要自己好好來思考一下 包括疫情的部分 我們也要好好思考一下 來明顯哥等我一下下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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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